我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摆过地摊 也捡过破烂 94年就移民到澳大利亚了 前半生我曲曲折折的酸甜哭啦 我什么都尝受过了 我来到非尼莫属 是也想圆我一个梦 许红 53岁 上海人 华台师范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歌 主持人好 十位老板好 嘉宾好 各位朋友晚上好 我叫徐红 英文名字叫克拉克华王红丽莎 我来自于澳大利亚 今年53岁 11名老师 我今天来应聘的职位时 心灵批派实名之婚姻网站 白鹤王 母言母总的白鹤王 欢迎 张老师 你是小弟 虽然可以给我一点力量 力量 我很有一点 紧张 没事不紧张 你这样我有点深调 欢迎许姐 欢迎许姐 谢谢 我真的紧张 没事别紧张 这样呢 我好像有点 但是你知道你的出场太及时了 许姐 你拯救了一个人 咱们聊吧 好吗 因为今年53岁嘛 许姐 没错 所以以前有过很丰富的工作经历 就是正式参加工作是什么工作 正式参加工作呢 是我毕业以后调到一个学校 是党校 一直工作到93年 93年 哪年出的国呢 出国94年 94年就出国了 就去了澳大利亚 对 那在澳大利亚又工作了吗 还是就有工作 澳大利亚怎么工作 一直从事的教育 教什么呢 有小学的 中学的 还有大学的 教他们什么 教他们中文 教中文 现在是教中文 在澳大利亚 教中文的 是吧 您现在是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 还是 我现在是在职老师 生活在澳大利亚 那你如果他要给你这工作 你就彻底就回来了 如果牧总给我工作 我就彻底回来了 那您老公还在澳大利亚 我老公 他就非常支持我 只要我开心 他就开心 他也愿意到中国来 太好 所以是富畅富随是吧 没错 这样我先问一个小问题啊 OK 就是那个人 这个名字啊 尤其后来给自己起的名字 可能会反映出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或者一个个性 所以您刚才说 您的英文名字叫 Clark 华王红 Lisa Lisa 为什么起这么长的名字 然后有什么含义 因为我的先生呢 他是英国人 所以你有他的姓 他的姓是Clark 对 那中间那个华王红是怎么回事 我呢 是出生在上海 我一个是生父 一个是养父 我有两个姓 两个名 这两个姓两个名 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本上注册的 成立的 Lisa呢 是我在国外教书的时候 老师学生们 称我的名字叫Lisa 这次回来 为什么想到要去百合网 您要去百合网 干什么 我去百合网 要首先应聘 我们牧总的首席红娘 首先您为什么想当红娘 我本身呢 喜欢这个红娘 这个 那您业余时间有没有做过红娘 我有帮过朋友介绍过 介绍成多少对 也有成过两三个 这不管成多成少 而不是成的这个基础 取决于我喜欢不喜欢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而是我对这个职业 也有独钟 我热爱这个工作 我喜欢这个事业 因为这个事业 稍等 你热爱红娘的什么 第一 她也属于我们人人之间的 能够给大龄青年 作为一个平台的 能够建立婚姻幸福家庭的 一个渠道 这个因素 第二 第二 我具备红娘这个职业 我具备首席红娘的这个职位 您具备这个职位的一些职业要求 没错 比如说 比如说 第一 根据我人生的经历 包括我自身的婚姻情况 您的婚姻是特别幸福 我现在非常幸福 所以您想把这种幸福的家庭感 传递出去 是吧 谢谢你 太理解我了 第一 第二 就是很多大龄青年 有时候呢 对于婚姻和男朋友这个理解呢 有一些误区 我想把我的 现在家庭幸福的这种 这不就是第一 给朋友们相互的传递下 让他们不要一位 年龄大的 那个 女同志的 我可以单身 独身也挺幸福的 那个 我冷不住杀话了 我冷不住杀话了 你说 那个 您一刚上来的时候吧 我觉得您就如一股春风 然后一缕春风 爽心悦目 然后非常的轻楼 然后现在我觉得您像一股强劲的秋风 横守舞台 然后把我们少刚老师真的一愣一愣的 对不起 我觉得今天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就我们少刚老师从来没有被人家强话 抢到就这样 不 有一个人 就是赵刚有一个人 把他抢话抢成这样 那就是沐妍 是 今天终于他们两个人相逢了 他们两个人是匹配上 没事 特别好 特别好 听好啊 其他企业 除了百合网的资深红娘 是吧 首席红娘之外 其他的在不在考虑范围 不在考虑范围 不在考虑范围 对 完全不考虑 完全不考虑 那我得质疑了 大姐 你今天干了几十年教育了 您才发现自己不喜欢干教育 然后发现自己喜欢干红娘了 对不起 老板 我非常喜欢教育 我在教育这会儿 那干嘛干红娘啊 您这搞得我 因为我今年已经53岁了 因为我呢 老师越老越直啊 这个 陈浩 我反对你 我爱自由 但我更爱真理 可以吧 那是你的道理 我们也得稳 如果大姐选错了 我们也得稳救大姐 我们这个 我同意陈浩留下来 对吧 凭什么让老牧独美吗 很正常嘛 对吧 确实是干了很多年教育 我们进入下一个 不不不 大姐我们那儿要大龄圣女 老牧老子也干这都自己 你到我们那儿帮我们企业解决 又可以干教育 全部都安静 12位到了大家做出 初始选择的时候了 主要 徐姐要求的这个职位 主要针对的就是 百合网的首席红娘 其他人 是去是留 选 我终于发现 还有两个没品位 现在有三位留了下来 一位是徐姐的目标 另外两位 我们也不认识 接下来 你要向他们三位展示 天生我有才 刘慧普先提问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啊 今天大姐你说话有点多 在全场中 你过度的喧宾夺主 就是一个人 在向你倾吐情感问题的时候 像您就是 还没等他倾吐完了 你已经开始教育他了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 做一个角色扮演 我吧 对 我是什么 一个很有内涵的 一位中年男人 一直没结婚 为什么呢 开始失恋受过打击 后来呢 其实为了怕自己受伤害 要求特别高 关闭了新门 关闭了新门 但他表现出来是要求特别高 这时候你来帮他 打开新门解决他的问题 你明白这意思了吧 咱俩来聊一聊 好不好 徐姐 来 徐姐你好 小张你好 你看我今年了也40了 我希望找一个女孩 20 不应该比25再大吧 然后我希望是大学 本科就可以了 学历不要太高 学历太高事多 我喜欢大眼睛长发 然后身高应该在1米 我身高1米73嘛 我觉得给1米68左右 就我喜欢有 就是依靠他的感觉 非常好 我听了以后 非常好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小张 我想跟你说句真心话 作为婚姻来讲 是我们的终身大事 如果仅仅说是谈谈朋友 过过家家 你要求的条件 是部分 我们找婚姻 是要建立在幸福家庭基础上 我们而不是在沙漠上 建立婚姻的 如果你的婚姻 仅仅看到他的相貌 特别之中 特别漂亮 但是我 而不考虑他的品性和品德 但是我 这种婚姻 你认为 您一定是个好老师 不 但是 学姐 但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个 长得像电影明星那种呢 可以啊 完全可以 对啊 我们两者不可缺少 既要要求他的品貌 和要注重他的品德和品行 这才是 我没打算 我没打算找一道德败坏的 我是要找一个品行好的 对不起 是我多说了 就是 好吧 你说 我觉得九一点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要搞明白一件事 沐妍给了她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她受过情感伤害 造成了则偶观的扭曲 这是大部分 大龄未婚人群的特征 先找到她这个真正的痛苦点 再告诉她 你现在的要求 跟几年前还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几年前 会遭受到这个痛苦 因为你就是拿现在的 紫偶观去要求的 对不起老板 我刚才已经跟 小张同志讲过了 我们的婚姻 看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她过去受过的伤害 也可能她婚姻观点不明确 所以才造成的伤害 没有 但是就是这个前提 所以我才这样给她解释 我没有必要说她受过伤害了 怎么样 徐姐 要给她的尊严 大姐你没听我们的意思 行了 徐姐 我说的是你 谢谢刘慧璐 对不起 你刚才讲的 完全和我都是相符的 你不要将我明明白讲 你过去受过伤害了 你不要再考虑那样了 不可以 我这样是 不要不尊重别人 不可以这样讲 刘慧璐 刘慧璐 徐姐真的 我请来 我请来来灭你的 徐姐 是这样 是这样 咱们慢慢说 好不好 就是咱们不带急眼的 好不好 OK 但少康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刚才我出的一个题 其实是有一点陷阱的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她以前受伤害那个事 其实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 跟她聊出来 是是是 其实主要是让她呢 调整她的作用要求 但说实话 徐姐 就您刚才说的那个 不但没有让她降低作用要求 还提醒她 不但要相貌相 电影明星 还得这个内在素质好 所以这个有点 其实 我可以解释一下 你可以 我刚才为什么要这样 跟张老师这样讲呢 首先是要考虑一个 人的品格品行 这无形当中 就给她已经提示到了 你过去的观念不正确 你受到了伤害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受到了伤害 就怕结婚不结婚 但是她是主张要结婚的 好的 所以我没有必要 再把话完整地讲下去 这不是红娘 这是妈呀 好 尹峰 可以问一个问题吧 所以我同意这位姐姐到沐妍那儿去 什么叫你同意 让这个不怕 去教育这个不靠谱的婚恋网站 如何做正确的红娘 好的 而且刚才我被大姐 大姐教育了以后 我觉得自己也错了 我也同意大姐 你太适合百合网了 尤其是 好 现在到了三位来做出判断的时候了 即使许姐的优势劣势表现出来了 优势能聊 劣势不听名聊 现在到了我们选择的时候了 三位 逝去逝流 选 谈前不上感情 其实我们的这个服务啊 跟教师不太一样 就是 我们是以这个用户为中心的 必须要仔细地去听 而且不需要说太多的话 因为你说太多话的时候 可能会让对方感到烦躁 所以我给你的职位呢 是我们的普通红娘的职位 然后薪水是这样 就是我们普通红娘呢 是底薪是两千五 然后有服务的提成 平均嘛 平均是在四五千吧 五千 对 五千左右 左右 对五千左右 五千左右 如果要是首席红娘能到多少 首席红娘是年薪制嘛 是五十万 五十万年薪 对 首席红娘 贵公司有多少首席红娘 我们现在只有一位 徐姐 就是找工作呢 因为它是一件很现实的事 有的时候 现实和理想之间是有距离的 我这么说您能 非常理解 同意吧 徐姐 十五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百合网提供的这份工作 您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谢谢 我继续了 今天来还快乐 非常非常开心 我也是 非常开心 见到你我更开心 我也是 徐姐 谢谢你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给您 徐姐 就说咱回到澳洲 那块也有很多的华人 是吧 然后对华人的朋友 然后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份热情劲用出来 好不好 发现合适的就给他们撮合 在那儿 咱仍然能够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业余红娘 好吧 徐姐 谢谢 再见 谢谢张老师 谢谢